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及辐射冷却影响 27、28号两天 北部及东北部天气寒冷 中南部日夜温差大 彰化以北、宜兰及金门麻族 会出现10度左右低温 不过由于水气偏少 只有北部山区及东半部有短暂雨 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天天气 到了30号之后气温逐渐回升 比较偏低的一个时间的话 就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其实还是会有一波低温出现 那从明天周一开始之后 一直到周四、31号 气温都是在逐渐回升的 尤其是在30、31号这两天 相对来说会比较温暖 预估在31号其实在气温上面 各地大致上高温可以来到 25到28度左右 中央气象局表示 到了2月1号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跟东北部天气较凉 也有局部短暂雨 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气 预计中部以北低温13到15度 南部地区16到17度 但影响时间不长 1号这波影响的东北气风 它的一个时间会比较短 预估到了2号也就是 连假的第一天开始 就是在逐渐的减弱 在2号到4号这段时间的话 气温应该是在逐渐的回升 所以这时候要注意的是 可能在西半部或是金马地区 可能会有局部起雾的一个情形 气象局也指出 27号在东半部 包含蓝雨、绿岛及恒春半岛 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 曾在宜蘭苏澳观测到 浪高2米左右长浪 另外29号晚上开始到31号 西半部地区及金门、马族 也会有局部雾或低雨影响冷静度 提醒民众注意安全 原时新闻 虎树雪佳龙台北市采访报道